一支长约两公尺的C型缸掉落在轨道上 让陶杰被迫断电12分钟 发生在13号早上9点的公安意外 大约有3500名乘客受到影响 经过车查后发现是一旁建案的防护网有破洞 判定是工人传料手滑掉落 北区职业安全卫生中心也立即对 干营站上做通知改善其行政罚还 并对其他有立即危害的作业场所做部分停工处分 热令建商停工才处27万元 就是所谓的从严处分吗 建商显然没再怕 因为早就已经被罚很多次 钢筋从天而降让车上一家三口都吓坏了 同一时间还有另外五台车 一样惊险遭钢筋贯传 意外发生在2016年10月10号 台中七旗豪宅区造势者跟陶杰意外一样 同一个营造商 除了杂事意外 陶杰造势建案早就被政府给盯上 之前就对该工地老减14次罚还实践加起来 已经罚了126万元 甚至还被勒令停工一次 已经不是第一次天降建材 所以对于这种有黑历史 有不良记录的营建厂商 应该要从严审查 从众究责 在礼拜六被勒令停工之后 礼拜天我们接受到民众检举 仍然有工人穿梭工地 疑似有复工的情形 地方议员炮火一致 齐工建商 陶杰也求偿66万 而陶杰市府承诺会动起来 预计将在两周内完成机查 聚建商前科累累也建议中央修法 以建案规模违规次数 提高裁罚金额 华语新闻吴志恒 庄品达桃园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